热乎的新闻来了啊 刚刚看到的教育部宣布将为就业困难的毕业生推送三至五个岗位信息 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啊 我脑子短路了 我又看了一眼 确实说的是为就业困难毕业生推送三至五个就业信息 这个是当做一个大事 把这个公布出来了 这个是六月十七号 教育部学生的这个副司长介绍的 低收入家庭毕业生的就业 还有呢就业困难的这个就业 那我们就推送三到五个就业信息 我没听错吧 大本贵我当时毕业的时候 我打开这些招聘网站 我一天我能浏览上千个岗位 上千个就业信息 我刚开始看成什么了 我以为是帮助他们啊 直接就是三到五个企业你们去选择 虽然这些企业可能是比如说工厂啊 对吧 或者是一些 这个制造业的 那你这个三五个信息 你直接跟咱们现在的这些网站信息一打通 给他们手机发送不就完了吗 让我感到很诧异 所以这条新闻的背后是什么 大本贵给你解读一下 它其实是提供给你非诈骗信息 那就有意思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一个毕业生 你从你教育部给我推送的这三到五个 这个就业信息中 我选择了一家上当受骗之后 是不是能向教育部进行索赔 这个问题才成为我们讨论的重点问题 那今天教育部宣布这个事情 我希望看到的就是 它能够有一个 如果我们推送的企业信息 还有诈骗的内容 就是进了这个企业 它其实这个企业就是诈骗的 那是不是有相关的连带责任 这个才应该成为讨论的重点 所以看新闻要看门道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次再见